这是焊接模式 咱们如果是清洗的情况下 点机器 继续断电 重启 把冷水机开关断电电 然后再打开 就更换完成 然后 然后我们需要改的就是个工艺里面一个扫描宽度 扫描宽度最大就是40毫米 改的风能功率也可以改的 改的1500瓦也可能改的1000瓦 因为咱们的机器现在是跟咱们的机器激光性没有多大瓦是吧 走入保持反围 然后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用清洗的话 这一块一定要卸掉 这一块要卸掉 这个螺丝要直接拧下来 直接拧下来即可 直接拧下来 然后就可以清洗 咱们先用 现在天洗啊 需要更换一个聚焦晶片 才能达到它的最大的清洗范围 达到40 怎么去怎么更换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四个螺丝可以把它拧掉 拧掉 卸掉螺丝拿到这个外壳 即可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抽出来 抽出来 抽出来就可以拿出来之后 直接换掉 这一个 把它插进去 这个没事 这个它有正反 你要反过来才插不进去 因为现在已经包装好 为了放的进尘土 咱们就不给你拆了 直接就是把它拿下了之后 直接直接插上 插上之后 如果清洗的话 还是把地上夹夹到这个地方 因为清洗的不能触碰那个铁的表面 就把地上夹夹到一提 然后这样 这个 因为没更换的 没更换的地方就可以改成20 好 你看它现在是就是一个宽度的 切换了清洗模式啊 咱们需要这个按钮啊 这不是一个手压一个按钮吗 需要按一下之后再接着按一下 它就会出光 两按两下 就可以出光清洗